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虽然说这笔拨款就如及时遇 不过华中拨款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听新周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林瑞源怎么说 平均每间华中可得到185,000名镜 在2016年财政预算中 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拨款 因此这笔款项可说是即时已可让学校维修破旧的校舍已设施 这笔款项的申请 据说是两年前的一项会议 各校拟出的预算 由此可见国民心中学已在迟迟的等待 其实各研究的拨款应该制度化 每年根据每名学生破除固定的款项 只有改善拨款机制才不会出现遗漏和苦等的情况 中国监设银行今天为在马开设分行举办开业仪式 首相纳吉更说 这项仪式具有历史意义 它标志着马中银行机构的合作进入新的里程碑 而对于宗资的强势来到大马 外界一直都有批评声浪 纳吉强调 大马与中国建立绝佳的关系 为我国带来许多实质及改革性的成果 而它绝不会典荡大马的主权 所以它并不会为促进我国投资而道歉 那几个暗讽那些批评中资太多 太快太早的人士 如果你要拖缓国家发展 要国家落后 不要制造就业机会或是提升薪金水平 那你就在那个平台拉票吧 它重申 它不会因为促进大马投资而道歉 毕竟这些投资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接着我们来跟进马尼拉名胜世界赌场枪击案 最新资料显示 这起案件造成37人身亡 另外还有75人受伤 案件发生后 虽然当地IS组织分支宣称是他们所为 不过警方已经排除事件和恐袭或非男动乱有关 纯粹是一宗抢劫筹码的案件 警方表示 凶手在闯入赌场后 涉及的是天花板 电视墙等目标 看似无意伤人 也没有挟持人质 而且还在嫌犯的背包发现价值近千万令吉的筹码 因此推断是赌场抢劫案 大马外交部证实 至今为止没有大马人在事件中伤亡 在看最后一则体育新闻前 我们先听听这首歌 1998年由大马举办的共运会 你有印象吗 大马想要举办2022年共运会也不是秘密了 而共运会联合会代表团来到我国视察三天后 得到了很积极的回响 大马奥理会会长东姑英南说 曾经主办共运会和东运会等综合型赛事的大马 拥有丰富的经验 也是我国的优势 不过他强调 主办共运会目前只是初期计划 暂时还没有涉及政府层面 今天的晚间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百格大世纪是由Cortex为您呈现 Cortex Tecron 五星级燃油 经过改良 发挥更强大动力 更有效的减少摩擦 高达4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